我现在回去了 大家等我哎千姐 千姐你等一下千姐你等一下 我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很心疼 你知道吗红哥 我回想我妈这半辈子 心甘情愿跟我爸故苦 现在呢到头来 日子越来越好了 却不能重甘 我真的很心疼我妈 其实这些年 因为我家因为我爸的事 我一直把自己内心是封闭起来的 我一心就是想照顾好我家 照顾好我妈就行了 但是 通过这件事情 我感觉你 就是我心里面 介意的所有东西你都做得很好 我就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终于自己内心的想法 你在一起 试着慢慢接受我的身边 对我好的人 千姐 你知道吗 这些年 我在外面经常也会想 我到底要和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但是我发现 我不只是在开心的时候 会想你 在我难过的时候 在我孤独的时候 我想的 都是你 我多么希望 你能陪在我的身边 很多人羡慕说 羡慕井上添花的爱情 但是我感觉 真正一段好的爱情 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雪中送炭 在他需要的时候 陪着他 千年 这一辈子这么长 谁又能保证 未来怎么样呢 但是我相信 只有雪中送炭的爱情 才能抵御风海 我希望 五十年以后 你还能在我左右 那时都已摆了头 快快快快 哎 郭哥 那以后 恰恰给你接触 一定要在他脖子 要不然 你看我大背影 怎么样 我对你欠你的心意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这我这 这我这 你看要不是这样吧 欠欠怎么样 这两天呢 也发生了这么个事 然后呢 我明天带你们出去散担心 行吧 重重重 小长天天红糕 明天我给你开个车 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